今天登场的是东部队 来自杭州的龙井虾仁 在家也可以下馆子 八方美食会正在为您揭晓 招牌菜的家庭做法 这个龙井虾仁这道菜 据说来头可是不小 它相传的是当年乾隆皇上的 御厨设计的菜品 别看龙井虾仁来头不小 在家做却是非常的简单 只要选择好原材料就可以了 新鲜的和虾 龙井茶 鸡蛋 盐 味精 水淀粉 就这么简单 今天王大厨将用四个窍门 把浙江名店的招牌菜 带到您家中 龙井虾仁这个特点 就是味道特别的爽滑 虾肉特别的脆嫩 而且有这种入口激滑的这种感觉 这种是不是跟刚才您说的 龙井虾仁这种虾的材质的选择有关系 它是特有的一种设计 做好龙井虾仁的四大窍门之一 就是挑选和虾 要挑选虾眼清澈透明 虾肉结实有弹性 闻起来是和虾味 而没有异味的新鲜和虾 如果买不到新鲜和虾 也可以选择冷冻的或者海虾来制作 包虾呢我们行业里面一般不是包 它是用挤的 挤啊 它用挤的 这个虾呢活的买来 要给它死亡以后 然后最好冰箱给它冷藏一下 就是它这个虾剥起来容易的 不会粘壳 这个虾的壳不会粘在一起 那就比较好剥 它后面稍微挤下去它就出来 王师傅包这个虾 非常的看难 非常简单就是两个手指这么一捏 这个虾肉就出来了 真棒 我们事先把鲜虾放入冰箱冷藏半天 用挤的手法就能很快把虾肉包离出来 这就是我们的四大窍门之二 快速包虾仁 然后虾包好以后呢 就是把那个虾用清水给它漂洗一下 把那边的沙筋啊这边给它漂洗一下 然后就可以上下 加点盐 然后再加点味精 然后再给它捏一下 抓到发黏 要抓到发黏 要抓到发黏 我记得以前我妈妈在家里炒虾仁的时候 每次就跟我讲 说你记住啊 炒虾仁之前一定要先拿盐抓一抓 说抓了之后这个虾肉吃起来 会脆脆脆的 今天我们在大厨这里再一次得到了验证 然后再加淡青 淡青 淡青好像也不需要太多是吧 对 有点 它最主要起个保护层了 就是在滑油的时候那个虾仁的水盾不会跑掉 现在通过这个王大厨在抓这个虾仁的时候我都能够感觉的到就是好像抓起来有点黏的这个感觉 对对对 听这个声音好像也有点黏的感觉了 然后就是水淀粉 水淀粉 就淀粉尽量弄得稍微干一点 不要太稀 不要太稀 再抓 它是很甜的 王大厨还说最好选择玉米淀粉来上浆 并且上浆之后不要马上吃做 最好醒半个小时 这样做出来的下人会更加的滑嫩 四大窍门之三您记住了吗 趁着醒之的功夫 该炮制我们的龙井茶了 这里边还有窍门呢 我知道这泡绿茶泡龙井茶有一个诀窍就是这个水的温度要控制好 泡出来是地利利的 那就是水一定不能是100度的废水 必须是80度的水 最好是全水 叫这个要凤凰三点头 凤凰三点头 没错 这就是今天告诉您的第四个窍门 如何泡制茶叶 泡茶时因为龙井茶质地较嫩不能一次冲泡 用80度的热水分三次加入 这样茶香才会充分的挥发出来 龙井虾仁把茶文化和饮食文化巧妙的结合起来 吃起来不仅虾仁鲜香 还有淡淡茶的清香 茶泡好了 虾仁也腌好了 下面就该关键的滑炒虾仁了 然后等这个油温到了120度 一般到四层 四层油温就平衡 到了四层的时候 表面上是看上去仍然是很平静的 这个油面 但是在这个底下好像是有点小小的过来 对 已经到四层了 我们现在就把那个价人放到 也就是说我们这道菜关键的时候到了 这个不停的得拿这个大筷子再弄 把这个虾弄散了是吗 对对对 你刚才抓的时候它都粘在一块了 这样看着精灵剔透一粒一粒的都分开了 非常漂亮 就这么一下子 一下子发白 发白 这肉就熟了是吗 肉熟了 非常的漂亮 发粉粉的白白的 油温四层热 等虾仁变色之后马上捞出备用 然后把泡好的茶水逼出来 接下来就剩最后的炒制了 现在就开始化龙点睛了 把虾仁放在这 虾仁直接倒入锅里 然后茶叶水 然后拿就这么一点茶叶水就够了是吗 够了 否则的话会怕苦 然后再加点味精 然后再加点味精 再勾一点芡 再勾一点芡 哦 就这么一点 好了 好 我们现在这道菜 你看我跟王师傅已经关在手里了 沉甸甸甸地 因为今天这个量特别的大 因为今天是给成果的电视馆吃的 那如果在自己的家里呢 可能用不了这么多的虾仁 我觉得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是不是就够了 四分之一够了 四分之一就够了 那您给姑姑家我们花多少钱 自己家里可以做什么的高菜 如果你用其他的海虾或者是冰冻呢 就算20块钱左右吧 20块钱左右啊 来 大家感谢 虾仁呢是大家常用的一种食材 那么它的营养非常丰富 富含蛋白质 而且脂肪含量比较低 所以非常适合老年朋友 包括小朋友来食用 那么今天他加了一些龙井茶 里边的非常著名的一些营养物质 主要是他有些茶多酚 那么这个茶多酚呢 对于降血脂和抗衰老 都有很好的作用 轻型宜人非常适合 在食用了一些比较油腻的菜肴之后 来食用比较健康 好 下面呢我们就有请 我们美食健康团的几位成员 来给我们这道王师傅做的龙井虾仁 给出大拇指 好了 感谢 今天的成绩不错 那么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 是由来自西部代表队的名厨 来给大家做展示 那么大家一说到西部呢 总是要和羊肉关上够好 那什么样的羊肉好吃 什么样的羊肉吃了不上火呢 明天见